就出家为你 然后变心整整一个月没有碰索尼的季老师 我也好意思说 我呢好像已经连着三个月在某红书疯狂发笔记 给你们安利富士XS10了 频繁到每条笔记下面都会有粉丝 爱富士给我打钱 这样想想好像有点太冷落的索尼了 然后我昨天就约了小伙伴 带着Alpha6400还有XS10 带着同样的三五定交头 想做一期这两个相机的对比 我带了两个相机 然后我提前买了花 花想拍那种日系小星星的照片 但是只开了一堵 没开的就放家里了 然后就拿了开的出来 今天特地没有穿拖鞋 没拍下我的脚 在对焦这个对比环节呢 我觉得索尼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到前面那个桥拍一点照片 看视频就能看到富士对焦的时候 它在疯狂抽搐 让人特别难受 而且后期剪辑的时候 根本拿它没有办法 索尼的对焦呢 全程好像都跟着主体走 所以索尼在对焦上面 肯定是完全胜利的 那讲到相机内置的预设 Alpha6400虽然有HLG和S-Log 富士XS10也有富士专属的F-Log 并且XS10有18种胶片预设 照片或者视频直接出就行了 这一点索尼只出就少了很多风格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不一定是静止不动的嘛 我们也不可能只拍近 万一我们在拍行走的人啊 还有会飞的鸟啊 当我们在拍有物体的时候 如果只是固定机位的话 会显得有点太苍白 所以我们需要用相机去拍一些运镜啊 然后跟着它走啊 然后反正一些之类的这样的画面 我们要么就带上稳定器 但是稳定器太重了嘛 没人会随身天天带着一个稳定器出门的 要么就相机最好自身带防抖功能 它XS10牛就牛在 它有防抖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视频 XS10的话内置有防抖功能 α6400的话就没有 所以在拍同样移动物体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看到视频当中的对比 XS10防抖功能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一点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用户体验也很不一样 α6400它的发挥就非常的稳定 续航能力相对比较久一点 机身我也不记得会有什么发烫的这种迹象 但是XS10的用户群体好像出门人均都会至少自备两块电池 然后呢没拍多久它那个相机就会烫得不行 这一点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最后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环节 可以附上我当时买的价格的截图 我买的这两个机子呢都是二手的 因为经常玩摄影的人也懂嘛 很多型号它更新的都很快 然后你相机进进出出的频率其实也蛮高的 反正相机只是一个拍摄的工具嘛 不用太在意它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 买过来拍是最重要的 机身的话我当时买的α6400是5000多 然后配上35定交头的话是3000多 然后XS10为好不容易淘到了一个二手的 入手价是6000多 然后我给它配了个35定交头是2000不到 加在一起也要8000来块了 所以这两个相机机身加镜头的总额是差不多的 那视频讲到这里 在α6400还是XS10当中非要选择一个的话 我选择都要 毕竟我是成年人嘛 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就是这两个相机我都没有出掉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平时拍视频的需求比较大嘛 那我这个α6400拍摄视频的话 真的是不需要我操心 但是日常和朋友出去扫街呢 你就需要一个能激发你拍照欲望的相机 那就是XS10 自从我买了XS10之后 我发现几乎每天都在拍照 不是在拍照的路上 就是在加修图 或者是打游戏 所以这两个相机我其实都会留着 但是如果你们预算有限只买一台的话 那就要看你们的需求 是拍视频多一点还是拍照片多一点 那XS10拍视频的话除了一个对焦抽出以外 其实它表现能力还是比较优秀的 为了防止它抽出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手动对焦模式 或者是单次对焦 反正分享呢我也分享到这里了 天气现在也降温了嘛 到了我最喜欢的颤毛衣还有卫衣的季节 那就比较适合去拍一些比较有秋天感觉的照片了 好 给你们做一个预告 下一期的视频呢我会做一个XT30和XS10的对比视频 因为我感觉大家对这两个